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传到了禁区 防守队员及时将球控制 进攻方没有机会了 传球质量有待提高啊 对手拿到球了 他觉得实际味道还不着急 才说这是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 这防守方就拿到了球权 打脸都不给时间 代球突破成功 好的 他们进球了 早早的取得领先 看一下回发 这样的反击战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最后这较推射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僵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李孟文 王珊珊 就是现在这球啊 防守队员及时出现 真是真是太及时了 要不然这球肯定进了 哎呦 这还真不好说 如果碰到防守队员后飞向球门 守门员可就完全来不及做出动作了 对啊 机会其实还可以啊 可惜没进 踢球啊 其实有时候就得像他们一样 不断地寻找机会 创造机会 尝试找禁区 维尔拿球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他还在继续带球榜前冲 王珊珊 王珊的机会来了 他们的狂轰滥炸终于获得了收获 带打技巧 好 他们今天全队的表现都很出色 如果这样都能输掉比赛的话 哎呀 那也太不公平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由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张瑞 来看看他们的进攻端的发挥 视野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这球是门将的了 被控制住 被对手拿到 克里斯蒂姆雷 漂亮 他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 他没有把握好这次绝佳的单刀机会 球队依然是落后两球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他们搬平比分的希望啊 越来越渺茫了 如果连这么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 哎 何谈搬平啊 是吧 传给了王珊珊 王霜的机会来了 这样的射门 我觉得你射一整天 门将绝对都不会漏掉一个 射门队员有些沮丧 哎呀 他也 该确实沮丧 确实 确实 射门 还有机会 球被衡量弹回场上了 他又进球了 防守队员还是没有找到防守他的办法 投球和射门一样 都是需要练习的技艺 他看起来完成得非常好 因为这次破门的确非常精彩 双方悬术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王珊珊 她可以尝试摆脱了 她简直是火力全开 就算现在已经三球入仗 但是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 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 没错 今天发挥非常非常出色 是 目前的比分是4比0 布朗 这个拼抢很坚决 球已经空不住了 双妹子 王珊拿球 又一个 咱们今天彻底打疯了 这进球完全停不下来啊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上半场真是一边倒的局面啊 索菲霍华德 拦截成功 拿到球权 他还在继续带 他还在继续带球 往对方球门推进 很是稳健 挡住了这脚传桌 这个传球没处理好 张鑫 张鑫 网霜 球传得很棒 漂亮 这是他们那么一赛的第二个进球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分差已经变成了6比0 卡罗林维尔 漂亮在后场把球断下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 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真是太快了 刚才还在说他们这球很绝佳的机会 比赛还在继续 捕射球进 门将尽力了 显然他的队友 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 我们能看到门将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进了 比分被改写成了6比1 上停补时一分钟 直接传中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 比分差距很大 中场休息结束 苏格兰女足开球 下半场比赛开始 尝试内切 这是一脚凌空抽射 球进了 一脚漂亮的凌空 这一次他们还是选择了边路起球 不过这一次的传中非常到位 后面这脚打门更是精彩啊 身体完全展开 直接来一脚凌空打门 把球送进对方打门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6比2 王珊珊 传给了王珊珊 射门被放着队员封堵了 丽莎艾文斯 卡罗林威尔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带球摆脱了防守啊 漂亮的余悦呼救啊 他们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攻方这是连续获得脚球啊 不想走了 皮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啊 双方还在拼抢 来人支援了 趁我们不在意啊 一瞬间球权转换了 对方拼抢很激烈 他暂时啊还能控制住球 丽莎艾文斯 场上发生了球权转换 王珊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裁判看到了啊 但是根据进攻有力的原则呢 比赛继续 丽莎艾文斯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他们的替补齐兵 现在要登场了 他一路带球狂奔八百余力 我还以为啊这次进攻可以成功 没想到被对手断球了 看看张瑞的处理 这里可以尝试突破了 欲速则不达 阅位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二十五分钟 丽莎艾文斯 他用划铲抢回了皮球 很精彩的一次防守啊 格斯蒂·史密斯 丽莎艾文斯 他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球员 这个传球直接把球权拱手让给了对方 黄珊珊 卡罗林威尔 克雷尔艾文斯利 威尔拿球 艾琳·卡斯波特 这次拦截充分体现了他在防守上的造诣啊 黄珊珊 王珊珊 视野非常开阔啊 一个过顶挑船把球调过了防线 还没有形成打门 对方的站位很好 先截住了皮球 但球还没有被解围出来 他们还在拼抢 这球有了 防守队员这次的表现我没看懂 他们怎么这么长的时间都没能把球解围出进去 甚至还让对方进球了 甚至还让对方进球了 真是有点看不懂 比分被改写成了6比3 把球送到了进去 投球 这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啊 不理想 效果不理想 王珊珊 双妹子 王珊拿球 王珊的机会来了 这球又有了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 已经领先4个球了 看一下回发 这样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裁判马上就将吹向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张瑞 王珊珊 王珊 王珊的机会来了 太残暴了 进一个 接着再进一个 分差也是越来越大 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 要顾共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的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双方悬殊的实力 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应该能找到队友 传过去啊就能制造威胁 可惜没传过去 张鑫 王珊 张鑫 这是一个脚球 脚球开向了进区中央 就被扑出去了 这就是长期训练的下意识反应 王珊珊 防守方拦下来这叫传中 比赛结束了